哇 稍微關心了 今天東北風強度再減弱 一大部分都引到勤 這樣就只有在金龍貝 還有台北跟東部地區呢 還是會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那麼午後是在南部地區 以及在中部山區的部分呢 會有一些零先的短暫雷震雨 不過這個空檔只有一下下而已喔 晚上之後呢 迎風面的水氣又會稍微再增多一些 所以北部的降雨機率 會比起白天來說會高一點 那麼在氣溫方面 也會比起昨天再回升一點呢 西部的高溫是可以來到28到32度 東部的部分呢 則是在27度上下 白天普遍是比較舒適比較溫暖的 但是早晚都是偏涼的 各地低溫大約是在20到24度 西部的日夜溫差呢 可能會稍微比較大一些 一定要留意日夜的溫差變化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一波東北風呢 對台灣的影響這兩天 是明顯比較弱一些 不過就剛剛說到 是短暫的空檔 到了週四的風面通過之後呢 週五起又將會降溫到週末 提醒您一定要特別留意 天氣的變化啦 繼續提供您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來看在北部地區 基隆台北新北 最低溫是25度 最高溫會來到28度 在桃園新竹苗栗 最低溫是25度 最高溫會來到30度 好在台中彰化南投 最低溫是27度 最高溫會來到31度 以及雲林嘉義台南 最低溫是27度 最高溫會來到31度 好在往南走 高雄屏東 最低溫是27度 最高溫會來到30度 東部地區 宜蘭花蓮台東 最低溫是24度 最高溫會來到28度 好在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澎湖 最低溫是22度 最高溫會來到29度 最高溫會